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一个非常深奥的一个原因 对 你再不聊别人以为这个你也是 所以有难言之许 我是小四是吗 我以为他是马荣的小三小四 搞不好搞不好 是很深奥的原因 就我休假了 所以我不是说我不能代替 但是确实因为种种原因 到今18年到现在为止 我们公司就不能解决我这个休假替班主持的问题 因此只能是靠路这个备份 所以经常要跟观众这个讲一下 有时候看咱们节目 一两个礼拜突然觉得时间停止了 那个时候你就可以想象我在冲浪 那不行 看冲浪 我要替公司说点话 因为情况越来越严重 因为窦文涛爱上旅行 所以旅行技术越来越多 经常打给你 我在哪里哪里 地球上哪里哪里 因为这个世界我越来越觉得 用句广州话说 谋南台 没眼台啊 我宁愿放浪自己到远方 对吧 你看就我是这阵正休息的时候 我就跟世界不同步 正赶上这个中国运动员和王宝强上了人生巅峰 我看着急啊 他们天天说你早还不说 什么意思啊 但也有人猜说你不说的原因是因为大家都说烂了 所以江江一定不能说 这种就还是把我高看 我还是很乐意 但是哪能不乐意说呢 这个这是我们衣食父母啊 这该给枪枪三人行多好的话题 所以为了迎接这个话题 你看我今天穿得跟个蝴蝶一样就来了 你就是棉花把这伤头印的 哎呦 这是纯棉 你知道吗 不过有时候有些话题啊 不要挤着说也好 因为一切事情在变化之中 哪几天到底哪个真哪个假 不晓得 对 突然又说谁谁谁 原来也有小三 然后出来澄清 突然一堆什么什么在酒店房间的照片 原来又号称是假的 然后又有人说是真的 假如太早 厂而说像我们报纸写评论的 很好嘛 就算我们去旅行也可以拿个 拿个电脑这些 对吧 然后经常犯错误了 没错 原来原来是假的消息 这就是我们这个节目五蕴长久的原因 你别看马后炮 我是有名的慢半拍 可是我现在越来越发现 等一等 看一看 它不一样 你知道吗 就像他们说 你要再不说 你就不是马后炮 你就是马后族 马后居 马后巷 但是现在 确实我要谈 我就觉得 他这个话题太值得谈了 甚至不是谈一次的这个问题 我准备把这个月变成枪枪宝宝月 对吧 咱们用文革式的搞法 枪枪三十星嘉宾都憋急了 我准备从今天开始 是吧 人人过关 人人过关 人人表态 对吧 谁都不能躲闪 谁要躲闪 这个事情我一直在观察 我才知道他一切事情的变化之中 有时候真有时候假 搞不好再过两天 马荣牵着王宝强的手出来 又开记者会 离婚什么离婚 哪来的离婚 谁知道 谁知道 我们现在倒是有一个优势 比起内地的这个传媒来 我们还不知道香港朋友 对吧 对 他这件事情我在海外 我就能体会到了 以后我就很有点担心这个马荣啊 或者说是这个 无处可逃 他去哪啊 他就是去海外啊 只要有华人的地方 所有人都在说这件事 我的天哪 香港朋友看了很兴奋是吗 当然香港好多不同的人啊 像我这一类人坦白讲 我必须承认 我也我跟几个好朋友 也为了王宝强教士 开了一场研讨会 找了一个酒吧 学术研讨会是吗 对 不一定是学术啦 叫做人生研讨会 我们整个晚上谈了五个钟头 喝了六瓶红酒 只谈一个角度 因为我先假设我看到的材料都是真的 不然可能没得说 据说那个马荣啊 跟那个经纪人的关系 地下情啊 劈腿啊 维持了七年啊 那我跟我那个朋友的研讨会角度 就说七年不容易啊 那是真案 七年都不痒 你说 不是 比夫妻还强 问题是七年怎么隐门得到的 技巧在哪里呢 你知道在老公旁边 跟他的经纪人 其实倒过来一样嘛 假如你在老婆旁边 跟老婆的好姐妹 维持了地下情七年 那个技巧一定很宝贵的 我们满想找马荣分享一下 还有找姓宋的 姓宋都不是好人 真的 我最近你们 你们说这种问题该怎么办 我最近有一个 我的这个朋友 他跟我说 他就现在很苦恼 就是他的好朋友啊 的太太啊 出轨了 但是他偶然知道了 他就很为他这个朋友不值嘛 但是呢 他说你说我该怎么办 我说 说是我是跟他说呢 还是不跟他说呢 我也碰到过这种事 那你是怎么办 我的处理方式不说 我不说 因为第一 就算我看到 我听到 我怎么能肯定 一定是真的 对吧 这是第一 第二 我觉得 有时候那个人被骗 一辈子 其实也是个幸福的 呸 这就是你们女人 你也怎么 这真的 我 反正我是不会去说的 但我 如果他一定来问我的意见 其实最近特别奇怪 我碰到 我上个星期 跟朋友吃饭 我好几个朋友 忽然单独来找我聊天 都是跟我讲要离婚 到第三个来找我 说你是不是要离婚 就特别奇怪 然后呢 就你听他们讲那个故事啊 就一开始都是云山雾罩的 什么星死了 星又活了 这样那样 听到最后都是一样的版本 中年危机嘛 就差不多到这个时间 或者婚姻到了一定的程度 其实都是同样的版本 然后我 我这人真是 我都是劝力不劝和 我就 行啊 走吧 你现在大家都经济独立 这样那样 干嘛非要在一起呢 这是一种人生观 就是离永远是对的 对 和永远是错的 真的 他是符合宇宙的大道 因为呢 我们的宇宙啊 所有的星星都在离开 就越隔越远 所以基本上说 哎 这也是你的 你的尊师 李敖老师 他的这种 这种灰黑色人生观 就经常就说 离永远是对的 对 还有一点啊 如果你劝 就是你如果发现 你的朋友的老婆 或者是这个 这个老公有出轨 然后你去说了 最后呢 那个朋友 他不会感激你的 一定会恨你的 其实这才是我不说的原因 我不说的原因是什么 我就说啊 就跟嘉辉刚才讲的一样 这个事啊 纸里包不住火 他总有一天 他自己会发现 他自己会发现 那也就是 不是红旗 还能打多久的问题 是绿帽 还要戴多久的问题 戴长几天 无所谓 对吗 我也不说 我不说的理由 跟你们不一样 因为我觉得一切无常啊 包括人跟人的感情 包括比方说 大婆跟老公的感情 也包括老公跟小三的感情 你不说了 OK 可能那个老公 假设是男的劈腿啊 跟那个小三 情人外遇啊 可能生好了半年之后没了 很自然啊 那老婆也不知道 老公很自然的回归 一切无恶 好像没发生一样啊 你说了 坦白讲 一说了 本来老婆 就算心里怀疑 现在已经确定了 你看到 第二个呢 他杀不了台 对 已经不是说 恨不恨 cute messenger 不是说把 都是讲讯息的人 杀掉的意思 是说 你在你面前 你居然知道了 我被人家知道 我老公有外遇了 我杀不了台了 我只好跟他离婚 或是说 我被人家知道 我是王八了 我杀不了台 记得吗 你说请你 我讲过一个 好像讲过的故事 以前 这是根据李敖说的 应该是真的 刘家昌那个导演 刘家昌 好久以前 他跟李汉祥导演 去世了 在吵架 因为他骂李汉祥 给他戴绿帽 炮他老婆 江青 不是他江青 是跳舞的江青 李汉祥就找李敖 跟他讲 你劝劝家昌 他误会了 我绝对没有炮他老婆 我们门是清白的 我也偷看他老婆的腿 没有炮他 这样子 李敖就去找刘家昌 说家昌 你误会了 汉祥说 没有炮你老婆 这样子 你不要生气 那刘家昌想了一下 就说 不行啊 我已经开了记者会 说我是王八了 我不能不是王八 我是王八 我全世界知道我是王八 我不能这样否认 我是王八 倒过来一样 我戴了绿帽 我算了 就算我自己知道 就算了 居然被你知道 你来告诉我 我老婆劈腿 那坦白讲 我就下不了台了 我就分手了 本来可以 没有的 可能 根本三个月后 我老婆跟那个情人就分了 然后乖乖回到我身边 所以简单来说 王宝琼已经公开说自己是王八 他就回不去了 王宝琼 行吧 不要那么说人家 当然了 就说咱们要不说 咱们这个节目是有格调的 对吧 咱不是说讲人家的这个隐私 而是跟我们全社会的男人们 都有关 这件事情 为什么只关乎男人的事 真是的 因为绿帽是属于男人的 你觉得这个问题上是不是也有女性的双重标准 绿帽是 你知道绿帽为什么是专属于男人的吗 这有很多传说 对 比如说在最古的时候 据说这个绿色呀 是贱色 就是就比较贱的 这是一种说法 还有一种说法是什么呢 就是说原名之计呀 那个妓院里的那个归宫啊 穿着都是绿的衣服 你知道吗 我怎么听说是因为有一个女的 她通肩吗 还是干嘛 然后呢 那个对象好像是个裁缝 还是我不太记得一个故事 是 她就是那天戴着绿帽子出去 就知道她老公不在 帽子 这个做那个布啊 做那个帽子 那个那个生意的 她就跟一个这个裁缝什么小伙计 然后最后就说 老公出差三个月 然后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 那时候也没手机 光机一进门 她就得钻床底下 最后老婆想了一个招 织女的招 给老公织了一个绿帽子 说老公啊 你戴着绿帽子好帅啊 好帅 以后你出门啊 一定要戴着绿帽子 但老公一出差 戴着绿帽子上街 小裁缝一看 哎嘿 才出门了 来了 这这么来的 对 所以我就说 咱们先去广告 枪枪三言行广告 之后见 所以这件事 首先引起我的思考 我是想的是 千千万万绿帽协会的会员 对吧 就是说 我觉得我们 是不是从此 这个男人呢 对于这个绿帽啊 应该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对吧 就是恐怕这个时代吧 你这事不能觉得是奇耻大辱了 过去说好像戴了绿帽 你就不是男子汉 我现在一个新的时代的一个概念 没戴过绿帽 您呢 还是嫩着呢 你就不叫成熟的男人 对不对 是不是能够 真的太嫩 是不是 对啊 这你拿 不是这个对这个被戴绿帽 是堵不住的 我现在就觉得 戴绿帽又有 谁没戴过绿帽 不是 我从小就戴绿帽 我们那时候都戴军帽 戴绿帽也要有条件的 你老婆人家不一定要嘛 可是当然我老婆不是因为这个理由 没给我戴绿帽 她非常的那个慈悲 跟证人军旅 OK 没有 可是这个事情啊 我刚说我开的研讨会是真的 我们非常好奇啊 她保留了七年的 维持了七年的地下情的技巧 到底是用什么方法隐瞒她老公 什么方法把财产过户等等的 这分享是很重要 不是敌人太强大 是那个谁谁谁太傻 其实就是说 我觉得我们现在都需要改变思想 我觉得就是说 有人说我是这个直男癌啊 我觉得她没看到我的多面性 最后这几个人都有很多面 今天这个拔弯拐的简直是180度啊 我从我跟大家一样气愤 你知道吗 我就发现我从感情上 我一样也骂贱富淫富 但是呢 好像我们的感情来自于我们一些过去的成见 我心里对这事很矛盾 比如说我私下里你知道吗 我也讨厌马荣啊 就是我就会觉得 你知道有一种 我现在反思 我有一种直男癌的价值观 我先说这直男癌的价值观 就是说 我们老就老觉得吧 你这个女的 你要是经济独立 对吧 或者你也事业有成 你没靠男人 这咱另说 但是呢 中国社会现在就有一种 包括就说这个小三 你知道吗 就按照我的这种思路来说啊 你吃人家的 你用人家的 人家养着你 道义有道 对吧 绑架的绑架的给了钱 你都不能撕票的 你人家养着你 你花着人家 用着人家 然后你给人戴绿帽 你这样太不是东西了 好 我是 我请你批驳我 不是 你说的是有道理的 但是我觉得我有点快忍不住了 你们俩这一通 我觉得焦点 除了说男人戴绿帽 我当我关注是戴了以后的反应 可能你看别人戴和自己被戴的反应 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吗 但整件事情 我觉得啊 我现在要说我的感受的话 你说人人要过关 我真的说我的感受的话 可能我会被很多人骂死的 因为大家那么喜欢宝宝 对吧 我真的 我当时一个很难过的感受 因为大家都聊得特别开心啊 其实我其实挺难过的 我当时特别悲哀的想到说 我说王宝强 原来他以前演的很多那种悲哀的小人物啊 不是演戏 就感觉像他自己 我想说的不是说 他被人戴绿帽 所以他很悲哀 而是他这个反应 就是说第一时间上网 这样铺开来 给所有的人看到 他被戴绿帽 整个事情 整个这件事情 让我觉得非常sade 就是说 这好难过 好难看 干嘛要这样呢 就弄得 大家不断地去扒他们的伤口 当然很多人有背后 有很多 这个阴谋论啊 这样那样说 他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做 好像要占尽先机 可是你不自己 就是你自己这样先说出来 别人扒得更厉害 越扒越深 越扒越深 宝宝 我觉得我心疼的宝宝不是 他是他两个孩子啊 就被人扒成这样子 他自己也体无完肤 为什么要这样呢 我不理解 在我的朋友圈里啊 你这种看法是很典型的 可是我又觉得呢 你很难评价 因为你知道这种事啊 我现在体会到 清官难断家务事 对吧 但是我现在好像还有一句话啊 就群众异断家务事 你看这个群众对家务事 他人人觉着自己都能判断 那他根据什么来来这个判断呢 就是说实际上 作为 比如咱作为至少学过新闻的人啊 我们得先说 这个事儿到底是怎么回事 重要吗 可是两个人都要离婚了 对错 都重要吗 你想想当时那个王菲和那个 那个李亚鹏 他那个声明 分财产就是什么 没有对对 但是这他们自己法律会去解决嘛 但是人家那个声明写的 风轻云淡的 你完全其实也不知道 他发生了什么事 你群众在异端 都不知道人家发生了什么事 人家只说你是一个传奇 对吧 那我就放手 其实你永远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我小人之心夺君子之父 我小人之心 我就觉得呢 对于这个王某强来说 我首先 我看王某强去朝鑫法院的那个啊 咱们可以看看照片 这导演还能给看看照片吗 就是 我就 我就 我就看这个王某 你看 这是夫妻啊 再看吧 王某强也挺 挺挺挺 他们说戴的这个帽子也是军帽 是吧 这个是 那一对男女啊 然后我们再看 就是 你看王某强上法院了 对吧 这个听说 说是借钱大官司 钱都被人算计走了 然后再看 这个 他老婆 或者说前妻吧 也上法院告王某强 你看还把这个收据啊 什么的 说现在你说这个娱乐 说今天心疼宝强哥 今天起来 消费的顾客 只要你姓王或名字带宝带强的 持身份证一律8.8折 你说这消费吗 你看两个字相同的 像8折 重名的6折 长得像王宝强的 可以享受5折 长得像宋折的打鼓折 我还看到一个真的新闻 沈阳 晚上东北 一个酒店 就是说 你名字里带宝的呀 打9折 名字里带强的 打8折 如果就叫王宝强的 到店里白吃白喝 让我们家都宝 我们有个宝啊 所以这件事情 对 所以我就觉得王 就王宝强 他是那种 他知道他发出这个声明的时候 我我 就我瞎猜啊 我觉得他也知道 他在人民群众心目当中 是喜闻乐见的 就是舆论会站在他这一边 而且他这些事情本身嘛 他也是有道 就说他可以 以我们传统的思维方式来看 他是有道理的 所以他知道 他这样发出来 会对另一个人造成 这个这个舆论上 极大的攻势 你知道王宝强先生啊 他在屏幕上 他塑造的一个形象 其实是代表了这个 中国这个 就从农村里走出的 这么一种典型形象 对吧 我当觉得很有意思 也不知道为什么 他可能在我心里 就老是这个形象 以至于我刚才看那个照片 他在那个法院门口 他本来是去告状 我怎么老觉得 他是在国家信访局门口 上访的 他给我这么一种感觉 而且我为什么 我说我是小人之心 以我这个琢磨着 甚至也有人说 他这么做是全胜 就是因为什么呢 好 我发现了这个情况 假如咱们都很高雅 咱们就宣布离婚 这个呢 王宝强不利 因为今天的娱乐 八卦社会啊 你要是闷兜蜜 你自己这么离婚啊 一般都会归罪于名人 就说哎 肯定王宝强乱搞了 不要老婆了 不要孩子了 今天一样 不是有人 不是他那个 他那个算前妻 还是他老婆 不也出来说吗 他也有小三 怎么怎么 不一样被拔出来吗 但人民群众不相信呢 群众全给拨斥了 可以有他的说法 可是你说 这是王宝强的回应方式 因为就像每个人做事情的风格 他有绝对的权利 不管他用什么样的环击 他有绝对的权利去做 我们能够想象吗 假如真的 你太太 或者说你的伴侣 跟你身边的很重要的经纪人 七年的关系 背叛 那个叫做背叛跟伤害 而且这个是什么 我以前说了 他是剥夺了你的历史 History 什么意思呢 我回想他七年 我以为我走过那七年 是怎么怎么样的 我跟基金人去谈什么 我太太在旁边帮助 我以为他们两个企业 去跟我去 替我代表我去谈生意 我来拍片 我以为我过去的七年 是这样走过来的 原来天啊 不是了 等于是说 当那个背叛跟伤害在于说 他把你七年的历史挖空了 把你七年的历史生命 完全扭碎 丢掉 那是非常大的伤害了 我是觉得 就是说 王宝强 他这么干 是他的选择 自由 你呢 用不着反对 但是也不至于感动 我认为他也有他的考虑 比方说 对于这个争财产 造成这种舆论形式 我估计是有利的 再比方说 已经玉石俱焚了 那么他在这种情况下 哎 博得大多数人的同情 而且王宝强接下来 我跟你说火了 是不是 他是一个受难者的形象 大家同情他 但反过来 如果什么都不吭声 就这么像咱们所喜欢的 这样所谓体面的去解决 最后呢 好像我就觉得 他对王宝强事实上受损 可是我刚刚听你说 这个七年的历史被剥夺 我的感觉 他们这个问题 应该不是出在结婚的 那七年里面 而是在结婚之前 你看两个人很 就很奇怪 就是王宝强是 他说他之前都没有谈过恋爱 就第一个女朋友就结婚了 然后就那一位呢 说以前是校花 可能在学校里 有一些这个情感经历 但是他都没有踏上过社会 就刚一出校门 就还是在读大学的时候 就跟王宝强有谈恋爱 就嫁给他什么 一出校门 就是 就是 就是这个 这个结婚生子 两个人 我的感觉是 都不太知道 现实生活 其实是什么样的 嗯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当然你看我刚才喷了一通 就是我心里 他有那么一面 但是我后来就琢磨琢磨 还可以有另一种理性 就比方说 哎 就是咱们一般说的 就是哎 你吃我的 你干嘛的 你还那样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 哎 这个出轨是男女都有可能的 呃 但是呢 你的这个道德来自于 比如说 哎 这女的 他呃 没没工作 你老公挣钱 但是你老公挣的钱 都是属于你的吗 他带着孩子 对啊 对吧 呃 而且他在这个事业上 没有他的支持 或者添乱 你能有今天吗 对吧 而且人家七年没跟人跑哎 对 而且就说 这就像北欧有些国家 甚至认为家庭主妇 也可以跟丈夫分享工资 对 对 但丈夫的工资 就有他的一半 他用他的身心 哎 咱就说是像恩格斯所说的 没有爱情的婚姻 都是卖银 那卖银 他都用他的身心 给了你这个事业狂 一个安慰 对吗 给了你这老公一个安慰 你 你这个脸又从哪来呢 你看这又是我心里的另一面 但我相信啊 婚姻里面除了感情 还是有个意志的 我觉得还是要讲义气 这个东西还是有的 你毕竟跟那个人有承诺 或者怎么样 你即便 我觉得不管怎么说 你知道你做那件事情 会伤害到那个人 我跟你说 我心里 你说的对 我心里还有一个矛盾 就说这个这个意思啊 咱们有些道理 可以理直气壮 就说偷人都没关系 骗 对吧 你骗我 你太不是东西了 可是 一方面是这个 你要真的 咱们谁都经验过这个事 哎 有几个人 真的是 先跟你分了手 再找别人的 人是很脆弱的 对对 人得找到另一个 而且人都是好死不如赖活着的 没找到一个下家 他能跟你 那些来找我聊天的 都说 等找着下家 他有一种这个道义 和和事实层面的 你说家辉 你说他没找着下家 他敢 不是 不是 先找个下家 这就算你想找个下家 你也不确定 后面那个好 行不行 所以总的先试吃 试吃 试吃 那吃出真感情来了 那那那很不好 而且你刚说的什么欺骗 有另外一个比较厚脸皮的说法 我骗你 因为我爱你 难道我跟你讲 我等一下我去开房 那跟你伤害你 我觉得我开完房了 对你没有选害 我满足了我心中的心里面阴暗的 或者说某一个欲望 我回来可以更爱你 甚至有一个说法是说爱是什么 爱是一种能力 这种能力呢 你要越爱越多的人 那个能力才越强 我爱得越多的人 我回家才懂得更爱你 很多不同的说法 你刚说到什么哀伤 悲伤 我倒是注意到 别忘了 马荣的好朋友姓宋 对 事情一出来以后 那个经纪人 据说好像发了一个微博 就说 哎呀那太好了 以后不用偷偷摸摸了 好像 据说了 我看到微博 我不确定是真的这样 你替他发的 我看到这一段 那假如是这样 我觉得更惨 哎你这么好玩 能够维持七年 是因为偷偷摸摸了 以前不用 以后不用偷偷摸摸 你不好玩的 但你们以后一定分手了 一定跟马荣了 不好玩 有的时候还真的是 你知道吗 他偷人是因为你在 你要不在 那个有些东西没了 对 男人出轨